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法身 法身是什么 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在佛法里称为法身 法身好啊 诸佛如来 大家读经都晓得 佛有三身 法身报身印身 我们有没有 有啊 一切众生都有三身啊 只是你不能证得了 你要证得了 你就成佛了 什么是法身 静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法身 所以 释放三世佛 共同一法身 你什么时候看清楚了 肯定了 认知了 你就成佛了 你真的发身 又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即是法身 这个一切众生是广义的 我们现在往往看到经上讲众生 都以为是一切人 你这个就把这个意思看最小了 众生的意思是众缘合合而生起的现象 这是众生的本意 一切动物众缘合合而生 执武也是众缘合合而生的 旷武也是 乃至于虚空伐界 不有一样不是众缘合合而生的 所以一切众生 这一个名词就是虚空发界 那才是真正自己 你能够认识认知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对于一切众生 自自然然生起大慈悲心 知道啊 帮助一切众生是帮助自己 伤害一切众生是伤害自己的发生灰灭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